阿雅出品 陈东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 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1717集 天堂早报 通古报期刊 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阳间网络几乎要瘫痪了 全天下矩阵 第一山竟这么强悍 不愧为黎大的师门竟然将几个禁地打出大窟窿 天下热议 举世皆振 四截去 星雨天 寄灭灵等杀到第一山的高手都死绝 被一剑横杀 各族祖庭更是因此崩开 此外 更有五丰子的兵器化身残缺 直接圆盾 整片阳间都不能平静了 彻底的沸腾 这简直不可想象啊 第一山的底蕴竟这么深厚 我们都以为它注定要被灭掉呢 有人感叹 脸色复杂 这是何等的底蕴 天下间还有哪几处地方可与第一山比肩 最多也就剩下三五处地方了吧 有老怪物在讨论以不确定的语气说话 第一山那道剑气实在是吓坏许多人 如此绝世锋芒 天下谁可应封 或许唯有其他进化文明之路的节点等他 那是一位故人的剑道残狠 不属于这片天地 真实的第一山没有这么强 那一剑发出后第一山多半会封山 因为再也发不出那样的一剑 也有人这般开口较为理性 此刻各族都在密意 都在谈论这件事 全天下都在大地震 主要是第一山展现出这样的底蕴 吓住了不少人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忌惮第一山 其中就有轮回狩猎者正在发生争执 有人要求去第一山探个究竟 无论什么底蕴 无论如何可怕的禁忌存在 对轮回都要心生敬畏 我们没有必要惧怕 谁能过轮回这一关 我们的身后 闭嘴不要说了 我怀疑第一山那道剑气的主人 同轮回或多或少也有些牵连 当年那个人 这种密意一生 外界不知 不然的话肯定会引发矩阵 到了这一刻 还有人敢谈第一山 且知道部分底细 而且无惧 这是极其可怕的事件 有人震撼 有人恐惧 有人兴奋于激动 这一天 阳间各地都在热议 无不再谈论天下第一山 其中设下赌局的大势力 这一日都欲哭无泪 赔得很凄惨 谁能想到第一山能翻牌 而且这么凶猛的一塌糊涂呢 曹德我要叫给你 在各地喧哗之际 楚风自然也出名了 身为第一山 现在唯一行走在外的弟子 想不让人关注都不行 一些胆大的少女 在阳间网络上各种起哄 各种发声 引发各种话题 曹德 我愿意每天清晨 一起与你共看招想 有一座摩天大楼上 某位人气极高的 国民女神级少女喊道 被人解读 这其实是在很文艺的告知 每天共眠后同醒来 一起看招侠 许多人无言 也有其他少女 骂解读者曲解 忒不要脸 我心都碎了 污媚女神居然这样表态 这一天第一山 击穿了几个境地的祖庭 而国民女神 污媚的话语 则轰塌了我的青春 有人哀嚎 不管是故意调戏也好 还是有意制造话题 为自己的网络平台 吸引人气 与流量也罢 总之 关于曹德的议论 实在是很多 当年第一山 出了个黎达 现在又走出个曹德 许多人都在猜测 他到底能够走多远 可以走到哪个境地 一些大叫都在评估 都在炎热 小姑要不你嫁给曹德算了 连第三方战场上 逍遥都在跟他姑姑暗中传音 当然带着调侃的味道 盗族女神王萧诗运 白了他一眼 然后一只手扯住他的耳朵 让他顿时惨叫 天下各地都在谈论 都在热议 举世不得宁静 第一山九号 通天剑气 传说中的那个人 曹德等在不同的领域中 各自成为关键词 尤其是在某些领域中 那横短万古的遗见 以及传说中的那个人 都引发了十二级大地震 有些活了漫长岁月 被埋在明山大川中 不知道多久的活尸 从沉眠中醒来 悠悠而叹 联系一些同样活得 无比久远的老家伙 在商议 在密 在各地喧哗之际 楚风动身了 他要赶回第一山 去见九号 因为对于他来说 没有什么比那里 更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了 此外 现在外面多半 也不怎么太平 此时的他成为焦点 各族都在关注 有许多事情 楚风都想当面向九号问个明白 楚风动身了 他很谨慎 因为现实举世瞩目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第一山 他身为在外行走的弟子 多半也在聚光灯下 会被各方审视 这是很危险的 毕竟 他其实不是第一山真正的弟子 他现在准备去落实一下 如果有九号这个大靠山 有第一山这个能凿穿几个禁地的门牌 天下何处去不得 以后 谁敢找他麻烦 即便他对外大喊 小爷就是人贩子楚风 小爷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 十大通缉犯之一 极大德 估计也没人再敢杀他 真到了那一刻 阳间何处不可行 他再也不用躲躲闪闪 到时候 报小阴间的大愁后 闲时去修行 闷时找大黑牛老驴等去喝酒 或者去找逍遥他小姑猴子他妹去聊天 楚风是美滋滋的 各种胡思乱想 他已经上路了 沿途 他以很严肃的神色示意过人群中的大黑牛老驴的转世身 要谨慎小心 现在不要相认 因为危险期没过去呢 他需要去第一山 有个真正的结果再说 哥 慢点 拐龙这个马屁精 真可谓是见风使舵的高手 不久不久前在三方战场想丢一下楚风跑路 可是现在呢 屁颠屁颠的跟在其身边 不拿自己当外人 俨然以第一山另外的记名弟子自居 马屁龙 有人开口 吸落龙大鱼 谁 谁 龙大鱼怪叫 有人认出他的身份 知道他是一头龙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化为人族的状态 动用前世大能的底牌后手 一般人根本看不穿 然后 他觉得脖颈凉嗖嗖的 有人在对他吹冷气 像是厉鬼附身般 谁 爷 依旧在脖颈那里 有声音发出 龙大鱼向后伸手 迅速摸了一把 然后直接就惨叫 去啊 又是你 这叫声还真有点撕心裂肺 他自己围龙 但是 前世在某种虫子手下 吃过大亏 都有心理阴影了 对于如如而动的东西 最过敏 他衣领子上的生物 顿时暴跳如雷 恼怒无比 又被这家伙称作 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狐狐的 胖蚕吐司 将龙大鱼满头满脸 都给封上了 一片白花花的 我的 我是不死蚕 你再敢乱认亲戚 胡说八道 我跟你没办 胖蚕恶狠狠的威胁 并且 他切而不舍 爬到了龙大鱼的脖子上 又到了头上 在此过程中 两人动用法力较量都在发光 能量碰撞 龙大鱼吼道 不管你是不死残 还是蛆 都是一个样子 都不是好东西 我警告你啊 我可是第一山的记名弟子 你 你别舍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